这集会提到一些和性有关的词汇 如果你现在在一个比较容易尴尬的场合 建议你可以先戴耳机 这里是收斯坦丁 在这里你可以用最轻松的方式 接收国际上最有趣的社会科学研究发现 东京 一个连寄生虫都可以有博物馆的城市 东京是日本性产业最大的集散地之一 从都心到边腿 提供性服务的水沙脉 种类相当繁杂 从陪酒调情 打手枪 性器官摩擦到口交 只要发生在政府核准的性风俗营业场所 都是合法的 日本法律禁止异性之间的阴道性交易 但神户大学的社会学者青山勋告诉我们 两道主管法令 麦春防止法和风俗营业法之间 始终存在着让阴道性交易准合法的灰色地带 以泡泡玉为例 泡泡玉属于封银法 店铺型性风俗特殊营业的一号营业场所 依法当然不能进行阴道性交易 但青山勋说 实际上这几乎就是一个合法付费打炮的地方 一来浴场是一个很难搜证的地方 二来麦春防止法只惩罚性交易的第三方促成者 业者知道只要主张我这家店没有提供这种服务 是客人和小姐在消费过程中产生情愫 双方私下合议性交 通常就能躲进法规的灰色地带 蓬勃的性产业和第一世界的薪资水准 让日本成为邻国性工作者的热门打工点 但是从2003年开始 日本开始被美国指控是人口贩运和强迫卖淫的犯罪热点 美国国务院在2004年发布的人口贩运报告中 宣称在日本当陪酒女公关的菲律宾女性 是全球最大的贩运人流 报告指出 日本在2003年向菲律宾女性发出55000张演绎签证 其中许多人很可能是贩运受害者 他们一抵达目的地就被扣押护照和旅行文件 被强迫从事性工作或成为奴工 这一年日本被美国列为被制裁边缘的第二级观察名单 外交羞辱的意味浓厚 日本政府迅速祭出强硬手段 开始大幅收紧菲律宾女性移工的签证申请条件 隔年日本被移出观察名单 美国国务院也大力称赞日本政府的改革成效 但是就在改革发生的那一年 有学者正好在东京研究菲律宾女公关 这位学者发现 美国和日本政府更像是在对自己想象出来的幻象宣战 这项研究出版后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气愤地斥责这位学者 是在诋毁美国政府的奴隶 但这份研究却获得 美国社会学会劳动与劳工运动学员们的年度专书奖 这位学者到底在菲律宾移工的身上发现了什么呢 说到移工 根据YouGov去年的调查 美国人最常听Podcast的情境是移动 也就是大家每天通勤上下班的时间 我自己也是 有趣的声音资讯总是能让无聊的移动过程 变成是一种享受 大部分的Podcast比较像综艺节目 但现在黑马拉雅提供大家另一种选择 用搭捷运 搭工车 骑机车 开车 甚至大家坐家室的时间 无套接收你很有兴趣 但平常很难抽出时间心理阅读的书 一马拉雅上拥有超过15万本正版的有声书 你可以听到作家徐政府朗读他的获奖小说《寻扬记》 有次我出于好奇 请教达赖喇妈出逃印度的事 听到学者兰佩佳朗读他的畅销研究拼教养 为何做父母这件事让人更加焦虑 不时怀疑自己 这些文字密度很高的书 转化成通勤的背景音之后 反而变得很容易消化 每天通勤听一点 一个月可能就能听掉两三本书 脑袋清楚的时候 你可能会选苏志恒的《五干湾》的电影史 Emo的时候你可能会选《尤善君》的《诗集》 情侣开车不晓等一下要吃什么的时候 你可能会选谢金鱼的《好吃的历史》 真的睡不着想不开的时候 你也可以点开马克思的《资本论》一秒入睡 我自己很喜欢黑马拉雅的编辑统整的一些书单 有台湾文学奖 有台湾历史 有女性主义 我最近蛮喜欢挑一些从来没看过的比较硬的经典 用通勤的空白时段 让我能稍微知道这些书在讲什么 当然如果你是毕业楼或言情小说的爱好者 黑马拉雅一定也能满足你 现在点击资讯栏或置顶连结中 寿司坦丁的专属连结 就能14天免费体验 黑马拉雅带来了另一种通勤风景 试用期间不满意 都可以随时取消 快来试试吧 回到今天的主题 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者Rissel Perranias 2005年受邀到东京当访问学者 Perranias当时毕业没几年 但已经是知名学者 他又不论改写的出道作 已经成为移工研究的经典 这位去年获得美国社会学会年度大奖的学者 三年前在推特上指控他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 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 与女性主义学者Arlie Hochschild 是个剽窃学生资料和概念的学术小偷 结果我最后再跟他聊 Perranias在菲律宾出生 13岁的时候举驾移民美国 他在学术生涯关注世界各地的菲律宾移工 当他听到在日本工作的菲律宾性工作者 是世界上最大宗的人口贩孕受害者时 他既惊讶又疑惑 一来过去学界的相关研究很少 二来国务院的人口贩孕报告描述单薄 而且没有交代证据和资料来源 Perranias很好奇 这群女性到底是怎么受害 她们在日本过着怎样的生活 于是他决定直接去现场做调查 但Perranias很快发现 他进不去他想研究的世界 他说他在东京的前三个月超痛苦的 Perranias说 不管他去菲律宾移工常去的教堂 去办事处 或直接花钱光顾夜走会 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访谈 有的人甚至文讯掉头就走 Perranias甚至寄出金钱诱惑 但依然没用 他的记者朋友告诉他 夜总会经常被黑帮把持 陪酒小姐们很可能是出于惧怕 所以不敢声张 Perranias则想起人口贩孕报告中 强迫蔓淫的字句 他想这些女性会不会是心里受创 不愿回想被性侵的遭遇 四处碰壁 有点绝望的Perranias决定 好了 我零走骂几家都一折了 他在阴错阳叉的引戒下 进入东京的一间菲律宾夜总会 开始了他维持9个月的陪酒工作 这段期间 Perranias也光顾 东京各个角落的菲律宾夜总会 试着扩大访谈样本的意志性 不过由于多数夜总会 限定接待日本男性 所以Perranias经常在傍晚的 东京街头随机拉人 诶 笑的呢 别给上去了吧 比狗高手可以研究经费欠了 Perranias会用入场费 和两瓶啤酒作为同行的回报 Perranias最后正式访谈了 56位菲律宾女公官 他也访谈了菲律两国的官员 夜总会的老板 以及这项产业最赚钱的一群人 跨过终结 Perranias接下来的遭遇 跟玩RPG有点像 当他取得女公官的身份 就像完成了某项任务 之前那些不说话的NPC 全都开始说话了 而呈现在Perranias眼前的 是一个和人口发运报告 截然不同的地下世界 Perranias发现之前 那些拒绝受访的人 很可能不是被控制 也不是太创伤 产业在社会上存在太多误解 圈外人很爱问一些 由儿团衍生的不找编辑的问题 聊起来会很累 但当Perranias表明自己也是女公官 很多人反而吉利呱拉到停不下来 本来给钱也没人理的Perranias 后来想给受访者车马费 反而好几次都被同行骂 这是羞辱 有个女公官跟他说 这钱如果是日本人给的 我只吃个年来败 但我不可能拿同胞的钱 也就是陪酒女公官 女公官最大的雇主 同时也是陪酒条件 最制度化的场所 是夜总会 在东京 中日韩非俄各国女公官云集 但多数夜总会 只聘雇同一个国家的女性 日本女公官夜总会的价格 是菲律宾女公官夜总会的两倍 菲律宾跨性别女公官夜总会的价格 则又是菲律宾女公官夜总会的一半 夜总会由于地段 和女公官的外贸年龄区分档次 以Perranias做田野的2005年来说 已经位于六本木的高档菲律宾夜总会 两小时的入场基本费 就要两万日元 这还没有包含最烧钱的酒水饮食 和指名等费用 东京的女公官夜总会 大多时是台湾所谓的公台制或轮桌制 也就是女公官只会在每桌待半小时 客人如果希望某位小姐继续服务她 就得指名 指名费落在每小时1000到2500日元 通常一位客人身边会有两位小姐 一位是负责和客人聊天调情的本指名 另一位是负责打杂的轮桌的帮手 Perranias工作的地方 属于档次中等偏下 规模偏小的夜总会 店里只有十几位女公官 这里两小时的基本费用 大约是7-8000日元 加上各种消费后 账单通常落在1万5左右 这间店位于东京边陲地区 附近环境脏暖 夹杂在一众薄青哥 泡泡雨和夜总会之间 这间店也是外界认为 最容易强迫小姐卖淫 由雅库萨把持的夜总会 店内主要客群是木匠 油漆公和白领社畜 但已常有黑道成员光顾 Perranias的研究苦难 在面对这些客人后才真正开始 他的同事们体型娇小 平均身高体重是152公分 45公斤 Perranias则是163 65 他跟同事说 他在美国人的眼中 根本不算大只 但没人相信 Perranias经常被客人嘲讽太胖 有个客人一直说 Perranias是属太郎的妹妹 他想说属太郎是哪位 结果回家一股狗 赶您老死了 是一位战机标柄的 美国出生的相扑 Perranias的受访者 多数都出生在非常贫穷的家庭 多数也没有大学学历 有位受访者跟Perranias说 你没办法相信 世界上有人可以穷成那样 我们一天只吃一餐 我常记得我好饿好饿 我看到路边垃圾堆里面有食物 我就去吃了 我是这样长大的 但是日本向来不开放 低技术劳工申请工作签证 菲律宾一般民众 即使只是要申请日本旅游签证 也得提交财力证明 和日本公民的邀请信 既然如此 大批贫穷的菲律宾女性 是怎么到日本当女公关的呢 在美国介入的前25年间 日本一直采用 现任菲律宾政府的 签证审查政策 日本政府就允许毫无工作经验 没有训练证明的菲律宾女性 持新型签证 也就是演艺签证入境日本 只要菲律宾政府告诉日本法务省 这些人确实是表演艺术家就好 于是从1980年代开始 越来越多菲律宾女性 透过演艺签证 合法入境到当时人均GDP 一度远超欧美的日本 当艺人 只不过这些艺人都跑去 夜总会陪酒 菲律宾女性在海外 大多是担任家庭帮佣 但Prinus的受访者中 女性如果要到香港或台湾当飞佣 得先付一笔三到五千美元的仲介费 付不起仲介费的她们 唯一的选择 就是允许现在飞 以后付的日本女公关跨国人力仲介 更关键的是多数受访者认为 家庭帮佣是一个比陪酒还要危险的工作 Prinus在这里点出一个很有趣 但也很矛盾的 女性特质和职场的关系 这些外貌和身材符合主流审美 极具信息引力的女性 很担心那些在移民社群中流传的 在家庭这个与外界隔绝的 私领域空间被性侵的悲剧 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对这些出路有限的贫穷女性来说 极具女性特质与信息引力 是进入高度污名的性产业的加分项 但却反而是进入帮佣或看护 这些普通工作的障碍 这是男性从来不需要面对的困境 对这些长相身材较好的年轻女生来说 与其进入危机四伏的男主人卧室打扫 不如进入一个已经把性骚扰制度化 商业化的产业 在日本分工细致的性产业中 想要在当下追求性高潮的男性 几乎不会选择业总会 虽然女公关确实有可能跟客人发生关系 但索客们告诉Piranius 这通常得经过大概一个月的消费追求 花同样的钱 一个鸡鸡养的男生可以在泡泡浴 粉红蝦笼 幻想俱乐部 轻易购买到完整服务的高潮 多数男性去业总会 主要是购买爽感 或者更精确地说 是去修补自己在主流社会中受损 或无法获取的阳刚特质 女公关的核心技术 也是他们赚小费和礼物的关键切入点 就是陪客人玩真男人与小女人的半家加酒 在这个过程中 女公关要做球给客人 让客人透过旅行布拳脚本中 男生该做的一些事情 而感觉到自己很man 同时女公关也得让客人感觉到 自己是一个魅力爆表 信息引力十足的男人 Piranius说 大多数女公关唱歌跳舞的实力 常让他尴尬到脚趾都快扣破皮 不是劈腿失败就是动作超不整齐 但这本来就不是大家的看家本领 Piranius说他一直到田野结束 都没能掌握当一个女公关最核心的技术 演技 为了让顾客们感觉自己很man 女公关得一眼出许多东西来 首先他们得表现得非常小女人 当这些男人肆无忌惮地取笑 或贬低陪酒小姐 女公关一律只能撒娇或微笑 不能反驳客人 这些男人只有在这里才敢这样讲话 你得知道他们透过嘴嗨 正感觉自己很幽默很man 女公关也得让客人感觉自己很受益性欢迎 这是最困难的记忆 称赞客人的外貌是基本功 有个女公关前一秒还眼神充满仰慕地跟客人说 今天好帅 我好喜欢你的发型 转过头就跟Piranius说 我靠他好臭 但最关键的 帮男人修补阳刚特质的技巧 是去商业化 当一个女公关想赚指名费 她不会跟客人说 你指名我帮我做业绩好不好 而是要跟客人说 你好幽默好好玩 我好不想走 酒水费也是女公关的业绩分红来源 有个女公关会跟客人说 不要啦那个好贵 你不要点那个 我不想你在这边花大钱 你知道我会很担心你吗 我没关系 我制作上这个送的小花生就好了 客人整个超晕 反而大点狂点 去商业化 让客人深信是自己无处安放的魅力 而不是金钱在起作用 同时小姐的作囚 让客人可以扮演父权剧场中 那个慷慨大方怒阳刚的男性 这是在现实生活的舞台上 他们很少扮演的角色 Piranius说 他通常只会跟客人说 我好渴哦 结果有个四老头跟他说 还是我舍在你嘴巴里面帮你解渴 不同的策略 结局差很多 不过就像前面提到的 有些客人确实是为了打炮 才来夜总会 他们会威胁女公关 你今天不跟我去爱情旅馆 下次我就不指明你了 这是女公关最常面对的难题 如果明确拒绝客人的性爱要约 这个客人就会去追求别的女公关 但跟客人打炮也不能解决问题 因为打完炮之后 这个客人同样会消失 这些人来夜总会追求的 是追小姐到上床中间 这段刺激的调情过程 一旦发生性行为 客人就会去追求其他女公关 要做的事情 是让客人一直觉得 有希望跟自己打炮 却又始终不跟他打炮 这样才能从一位客人身上 不断榨取小费和礼物 女公关最常用的策略 是让客人产生疑似恋爱的感觉 那种真的可能交往的暧昧状态 他们会跟客人说 这样太快了 我对你是认真的 我们先相处一段时间好不好 于是这个时候 客人就几乎一定会购买 电外约会 电外约会是夜总会的 一大利润来源 也是女公关主要的业绩指标 价格落在7000到15000日元不等 通常和1万日元的 店内消费捆绑销售 指的是客人可以和女公关 从下午或傍晚开始约会 并在夜总会开门前半小时 将小姐送回 电外约会是 女公关刷礼物的最佳时机 他们通常会去吃饭购物 有的客人甚至会陪女公关去教堂 这次这些女性少有 能感受到被爱 被尊重的情境 当有人被指名同伴 通常会成为同事们羡慕的焦点 电外约会被美国国务院 点名是菲律宾女公关被迫卖赢的 直接证据 这代表菲律宾女公关 果然不只在店内赔酒 而是透过店外卖赢 才能吸引大批顾客 但Pernius所有的受访者都告诉他 你当然可以和客人去打炮 但这是你的选择 如果客人真的砸很多钱 或外表就是你的菜 你当然可以跟他发生关系 但就像前面说的 为了最大化利润 他们更常拒绝客人 Pernius也听到很多女公关 对日本男客性能力的抱怨 有个女公关说 我还在脱内裤 他就已经适合了 除了客人给了礼物和小费之外 女公关的薪资有四分之三 会被菲律宾的仲介公司 日本当地的代理仲介 以及当初协助女公关 通过面试的经纪人拿走 技术差不受欢迎的女公关 一个月只能拿到500美金的底薪 女公关们也住得很差 经常十几个人挤在狭小的宿舍里 室内经常飘着美味和油耗味 由于薪水在回产的时候 才会一次性发放 他们只能依靠每天500日元的膳食费过活 这在东京年最便宜的套餐都买不起 所以女公关们通常会合资 去超市买菜回来煮 Perenius并不想为菲律宾女公关的 劳动条件辩护 他用契约奴工来形容女公关的状态 跨国重界贪婪又不合理地抽成 不只让这个有女性支撑的行业 大部分的利润都留回男人的手中 更重要的是 这让日本当地的夜总会业者和女公关 在劳动强度的期待上 产生巨大的落差 夜总会的老板觉得 我每个月给你2000美元 你就该赚50到100万日元的业绩啊 女公关心想我只拿到500美 怎么可能为你卖命 双方经常产生冲突 女公关每次合约通常是半年 也就是演艺签证的最长居留时间 这半年中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只要提早解约 重界就会用6000到9000美元的 违约金惩罚移工 唯一能免除罚款的情形是卡到因 教会的神职人员告诉Perenius 在东京中邪的女公关特别多 不晓得到底是东京鬼太多 还是大家都用这招来躲罚款 这导致许多女公关即使面临恶劣的时速 或不适应的夜总会 也只能撑完6个月 既然Perenius都已经承认 菲律宾女公关被契约束缚的状态 为什么还说这不是人口贩运 人口贩运就包含强迫劳动啊 但Perenius想问一个问题 他所有的受访者在到日本之前 就已经非常清楚 这6个月会被契约绑住 但他们还是选择去 不止如此 他们去完之后还不断再次参加面试 不断想再回到日本打工 那他们算不算是强迫劳动的受害者 他们需不需要被拯救 John Stolmian可能会说 他们确实需要被拯救 因为自由的原则 不包含选择不自由的自由 但Perenius要问的是 如果这些人本来就很不自由呢 为什么他们一开始的不自由 没人想差小 但当他们为了逃离这种不自由 而选择进入另一种 带来物质优势的短暂不自由 反而受到大张旗鼓的反对呢 这些人是真的在乎 菲律宾女性自不自由 还是只是看不从他们从事性工作 这些女性并不是被暴力胁迫或诈欺哄骗 而搭上前往东京的飞机 他们出身赤贫 劳力市场的选项受限 他们透过菲律宾这个巨大的劳力输出国 发达的一共资讯网络 从那些在日本当过女公关的亲友邻居口中 知道这个工作很辛苦 但并不存在强迫蔓引的情况 于是他们才决定向人力仲介递出资料 他们的决定确实是不自由的 但也是自由的 这就像一个人的脚被戴上脚疗 他没办法从事需要行动迅速 或穿着体面的工作 但我们能不能因为这个人带着脚疗的受限状态 就说他接下来选择行动的方向 都是萌昧的 幼稚的 不是自主决定的 不能 因为他既是受限的 却也是自主的 我们不会为了拯救他 为了让他不会再做出 为贫困所迫而做出的决定 就把他关在一个更小的空间里面 但这就是2005年3月之后发生的事情 日本政府在美方的施压下 将发给菲律宾公民的演艺签证 一架只缩减到剩下十分之一 并且在之后的数年间不断递减 日本法务省后来在每年发布的 出入股管理在留报告中 经常强调 现在演艺签证发最多的是给美国公民 菲律宾公民只剩下多少% Prenius批评 这并不是解放与救赎 而是把菲律宾女性逼回赤贫的家庭 以及性别文化极端保守的菲律宾社会 Prenius在一场访谈中批评 美国国务院每年提交给国会 用来当成外交施政依据 对各国政府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口翻译报告 竟然是一份从学术角度来看 很普隆功的粗糙文书 Prenius说 这些报告不交代研究方法 连到底访问过谁 访问多少人 资料从哪里来的都不写 却理直气壮地做出各种宣称 他认为这种没有到现场实际做研究 俨然就是在办公室中生产出来的报告书 难怪会对各种没有根据的额传 毫无抵抗力 Prenius博论的指导老师 是过去半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 社会学和女性主义学者Ari Hawkshaw 他是第二轮班等许多重要研究的作者 Hawkshaw也被认为是 移工研究的兴敬概念 全球照护链的铸造者 2021年7月 Prenius在自己的推特上 指控Hawkshaw是个学术小偷 Prenius说 在他提交自己的博论之后 他接到Hawkshaw的研究助理打来的电话 询问可不可以引用Prenius的博论 他心想 老师真做到 知道我正在把博论改写成书 礼貌性地问我未出版的博论 能不能引用 当然说没问题 但他没料到Hawkshaw把他的资料整晚端去 而且把他的再生产劳动的国际分工 换了一个更吸睛的说法 变成全球照护链 虽然不得不佩服Hawkshaw取名字的功力 但这让Prenius过去20年都活在 是大咖老师帮你想概念的阴影中 但其实资料跟概念都不是Hawkshaw的 他每次听到全球照护链 甚至都会觉得很创伤 Prenius认为这是学术界的MeToo 他说这绝非个案 很难发生 因为大家博论的指导老师 通常是同一个领域的大咖 如果还想继续待在学术圈 通常就只能闭嘴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经验 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这期就先这样啦